水滴珠 那像这样子,我们那个水滴珠的部分 我们已经勾完了,好,碰到珍珠的 那勾法都一样 在还没有碰到这个小纸片之前 都是两种样式 灯饰螺旋边,把这个眉幕的柱子推进来之后 折90度 折90度 再勾线 勾线拉拔 那记得还有一幕不加珠子的锁针 所以就是,两种样式得势螺旋边 不管它珠子怎么去做变化 那就是要把握那个原则 就是,每次入珍的时候都会是在 外侧珠跟内侧珠的中间入珍 等于是那个大珠 就是大珠跟小珠的中间入珍 如果是珍珠的话,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那个水滴珠的部分的话 就刚好是在那个十二灵深色跟浅色的中间入珍 在这边 黄菜 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子 这个露针后都要把它折成U字形 这个折成U字形放在这个手指的指腹下面 然后再勾线它才不会跑掉 那已经勾到这个小纸片的位置了 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德式螺旋边做一个结束 因为接下来要勾环状勾边 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德式螺旋边做一个结束 因为在这里的话这里会有两幕开开的 那我们一样的方式入针 只是不加珠子的拉拔针 我们先把这个纸片拿掉 那是一个做记号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一样入针 只是没有加上任何的珠子 然后勾一个不加珠子的拉拔针 那直接转织带再勾一幕不加珠子的拉拔针 不要再勾那个不加珠子的锁针了 直接就这样子勾 那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再来马上勾那个环状勾边 那所谓环状勾边就是它每一幕都是锁针 只是它加几颗珠子 那像这一条项念我们设计的在4米珍珠的部分 都会有加一颗水滴珠或者是一颗元宝珠 那我们直接把珠子加进来推进来之后勾一个锁针 越紧越好 这里像这样子的话我们有缝隙 我们尽量把这个珠子稍微拉一下 让它就是这个中间的线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那4米珍珠的部分都会有配一颗水滴珠或者是那个元宝珠 那其他的部分就都只有单单一颗 每一幕都只有一颗的珠子连续边 6米的珍珠就只有一颗珍珠推进来 推线勾线拉拔 然后要稍微拉一下珠子让它紧密 那记得4米的珍珠都会有配一颗元宝珠或者是水滴珠 那把这个大珠珠的部分全部勾完 碰到这个大珠的时候 更需要就是拉这个眉目勾 就是这个勾出来的时候尽量就是让这个线这个要拉一下 同时勾针跟这个珍珠都拉一下 那我们尽量让这个就是线在这个勾针放的位置 刚好是两个这个珠子洞的中间 线不要偏一边偏的比较多 那线会比较明显 我们让它线在中间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每一幕都要这样拉一下 就像这样一样的比较多了 就像这样的比较多了 像这样子就是已经把所有的 灯珠都勾完了 又到这个第二个做记号的这个小纸片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再恢复到以两种样式等式螺旋边的技法来做编制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纸片撕掉 以这个两种样式等式螺旋边的做法开始起编 那这一次就会是从珍珠倒回来开始勾 起第一幕 技法都跟前面起针的那个技法都一样 那线也是要拉紧 起第一幕之后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以及第三幕的加珠子的锁针 再不加珠子的锁针一幕 那我们一样就是这个两幕都放在右侧线的右侧之后 第一幕由右下角往左上角翻 那一样由大珠跟小珠的中间入针 再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过来 勾线拉拔 细法跟前面的都一样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旋转 旋转支带 一样都是看到小珠的部分 把由深色跟浅色的中间入针 入针之后再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过来 再勾线拉拔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旋转支带 顺时针方向旋转 有比较低的这一幕入针 然后再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进来 再勾线拉拔 以德色螺旋边的技法继续编织 那最后一样要再勾两幕的那个 譬如说这里要结束了 已经没有珠子的话 那我们一样是要入针 但是没有珠子可以加 那就勾线拉拔 然后再旋转支带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拉拔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支带锁起来 那这样子最后再勾一个锁针 勾一个锁针 线拉出来 线尾流20公分就可以 直接拉出来之后把线剪断就结束了 像这样子我们已经编制完的这个项链 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东京线的部分 我们把它收掉 那要跟就是跟扣具结合的那一段 我们另外再拿珠宝编织线 固定在这个支带上再来做组合的动作 那我们先把这个东京线 就是这个蕾丝线把它收线结束掉 首先我们从这个最尾端的这个部分 最后一组的这个日本小珠的地方前进 要穿过线 而不是穿过珠子 由这个线的底下跨穿越 到这个下一组 由左下往右上前进 都是这样子的方向前进 都是往右边前进 那我们就直接这个线在这里 它的最靠近的这一组 然后由它的下面穿过 再等于是一次前进两条线 那前进两条线之后 就会到这个水滴珠的这条线上 那我们先一拉 它就会往上 那在这个水滴珠的前面 这个深色日本小珠的前面这里 我们再跨这一条线 等于是再从这个水滴珠的这条线底下 再穿过一次 这样子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环 一个圈圈 那我们就由这个圈圈里面套进去 拉紧 就等于是打一个结 穿过这个深色的日本小珠 以及水滴珠 还有那个第二颗的那个深色的日本小珠 那一次没有办法前进就分次 因为水滴珠它会挡住 这样子 等于是前进水 十二龄深色 还有水滴珠在十二龄深色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从这个 这一组 刚才前进的这个 这一组桌子的正上方的这个 十二龄日本小珠底下的这条线穿过 再往左右上的这一组的水滴珠的地方 前进等于也是一次跨 再穿过两条线 到这个水滴珠的这一组的这条线的这个地方 一样再挑一次这个线 也是从它的下面穿过 之后还是一样形成一个环 再针穿进去拉紧 它就又再打结一次 那我们反复这样子的收线几次之后 就可以把线剪掉 我们就都是前进那个大珠 在前进大珠的正上方的这一条 前进这个大珠正上方的这一条横线 以及它的这个 右上的这一组 所以是这个两条 前进两条线 由那个两条线的底下穿过 在下一组的这个 等于是在第二条线的前端 再打一个结 那这个结我们就在这个柱子的前面 不要让它跑到柱子的中间 因为像这个的话 是都是那个水滴珠 那有可能它是珍珠 那打结之后再继续前进 每一次前这个穿过的那个线就是 你现在前进珠子的正上方那一条线 以及它右侧的那一条线 都是由底下穿过 没有穿过任何的珠子 由这个线的底下穿过 然后在第二条线的前端 把结固定 等于是再挑一次线 这个结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大珠的前面 再来前进这个大珠 这水滴珠就算是大珠 那因为它是三颗一组 就是12-0 水滴12-0 所以要记得这个结 还是得要在12-0的前面 不可以跑到那个中间去 然后再前进三颗 前进三颗 最后一次要剪线之前 一定是要前进珠子之后 再把线剪断 做个五六次 然后把线剪断 这样就收线 那另外一侧也一样 在剪线之前 我们可以就是点一点点的白胶 稍微固定一下 点在这个线跟珠子的中间 等它干了 放个十分钟左右再把线剪掉 那两侧的线都要做收线的动作 另外一侧也是要这样子做 那最后要接扣具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一条那个珠宝编织线 就是穿个大概就是20公分左右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个 20公分是固定在字带上面 然后留这个上面就看你的那个 如果是项链就要留长 拿长一点的线来做 如果是手链就不用很长的线 就是你的那个 剩下的那个字带要穿珠子的这个部分 像这样子这个是项链的话 这个上面还要比较多 你要用比较多的珠子的话 那你就要留长一点点的线来做 那如果说你要直接接金属链那也不用 就是你直接用那个雷斯线去穿过金属线 就固定回穿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 WięcBIN 再也更不十一部分 なんか就 отд出时间 这个程度要时间在不少